好,我來自政府,剛剛講說政府常常會拒絕你們的資料,我會提供你們的資料 今天要做的事情是這樣的,因為台灣其實有很多樣的歷史災害,這些歷史災害各位看得到在哪邊嗎? 有印象嗎? 這是在莫拉克台風11年前,在泰瑪里日本的溫泉,金翠海辦店倒塌的案子 那在這個案子當中,各位看到這邊有一個房子,下面還有一個房子,金翠海辦店前面的溫泉街有一個房子 這個房子各位看沒什麼感覺,我可以看一張照片 1973年,在莫拉克前36年,發生過英文一樣的事情 那這些資料為什麼會不會保留下來? 因為過去很多沒有去做這些事情,那我們希望說把這些歷史災害資料 能夠把它具體的保留,而且把它放在地圖上面 好,那同樣的工作其實日本這幾年也在做 日本的國土地理院,他們也是在收集各地的那些日本人喜歡做的紀念碑 哪邊發生什麼災害,做的紀念碑,他們把它GIS畫之後放在網路上面 那我們這幾年其實做了一個平台,就是希望把這些歷史照片通通放在地圖上面 然後把它做一些整合,那所有的照片基本上包括時間、地點、影像跟故事 那我們通過社群協助,每個人可以自己上傳你的照片 那都用創容信息的方式來進行,所以所有資料變成Open Data 那上傳方式很簡單,就是你直接照片上傳之後 按照地圖的方式去點它的位置,然後輸入相關的資料 那如果你是用手機上傳的照片的話,大部分因為都有坐標 所以90%的欄位其實不用點,都把你設定好了 那所有的資料呢,現在我們都是做成Open Data 那每一個人上傳照片,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你的信息的授權方式 所以每張照片你可以自己獨立它的不同授權方式 那這些資料我們先放在Open Data 平台上面 那我們自己有個資料平台,上面就有這些API 各位可以直接上去取用 那現在一個問題是這樣,就是說除了政府自己 我們本身的照片之外,還有一些民間的照片 那我們最近也跟科技原導演聯絡到 他就說他上面有10萬張 30年來的台灣環境變遷的照片 那我希望說我們一起把它塑畫 那這為我們希望把它一起來進行 那不過呢,我自己試著做 我只是一個目錄在300多張照片 我就花了三個多小時 所以就其實還蠻花工 而且還沒有定位完成 這是基本資料的建置而已 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 所以柯導演說,不然我們來辦一個定位松毫 我說好像不錯,我們就來看看 所以現在我們大概有4.2萬張照片 大概有7400張還沒有完成定位 那科技原導演不會,我已經上傳了1000多張 但是還有10萬張,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要請大家來幫忙 那幫忙的方式很簡單 你用FB登錄這個網站之後呢 那這邊有一個協助地位的選項 在那邊直接,我們已經把界面都開發好了 那你就是按照Google街景的方式 把它地位到正確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提案 謝謝 謝謝 謝謝